大家好,我是Hidy 今天這條影片就是大家陪我收拾行李箱 我明天早上凌晨就要出發 然後7點多飛去日本大阪 所以我現在就要趕快收拾行李箱 否則就會很晚睡 剛好這個月真的沒什麼特別想說 所以就會合起來 反正我帶的東西都是我最喜歡用的 就順便跟大家分享 平時大家看到白色的背景 這個位置是放行李箱的 之前淘寶買的行李箱就是這個 但這個比較小的 所以這次我也是用回自己的行李箱 我用的是Hallmark出的 我買的是大約八百多至一千元左右 自從買了淘寶這個行李箱之後 我就覺得這些名牌的行李箱真的很貴 那我不記得它幾吋 應該是24吋左右 但是就會是一些很全面的行李箱 它會有美國的安全鎖 然後又是超級無敵輕身 之後呢 有一個我已經用了很多很多年的鬆弛紅名牌 這個名牌內到呢 是我男朋友都換了幾個 我都還在用中 那有些項目我就會快點說 因為都不是全部東西都出來了 例如這個就是那些旅行設裝的網袋 裡面就會放了衣服的 那基本上一放下去就沒有了半格 然後這個小一點就是帶第三褲 然後呢 這個袋裡面呢 我就會帶一雙鞋子的 它們是一套一套的 連結我都可以放到下面 我記得我以前介紹過的 這雙鞋子就是我最近新買我很喜歡的球鞋 那我打算在那邊有時候 只不過可能去買少少少宵夜那些 就不想穿球鞋就可以穿這些鞋 然後呢 就會帶我的GHD頭髮的夾子 大家經常都會問我用誰好的 我自己是覺得GHD是比Amica好用的 那所以我自從買了它之後呢 都是極度喜歡用的 然後我去旅行呢 一定會帶這個MATRIK PRO的USB開叉器 其實它也不是很便宜的 我是聖誕節抽獎抽回來 但是我知道它的價錢大約是200-300元 那我覺得它很用過便宜的 還有淘寶的那些就是它很穩定 它插起來是很實的 而且四個頭一齊用都不會減得很慢的 所以我自己用了很多年了 然後呢 我就會帶一個布袋去的 因為我的HANDCARRY袋 就會用一個LONCHAM比較大的 然後我去到旅行的時候 就會揹著那個LONCHAM的 所以就會帶一個小小的布袋 但是因為我又要帶相機 就不會帶小袋子的了 然後就帶了一塊鏡 這塊是YSL生日禮物來的上面 好像是 然後就帶了兩粒的薑茶 大家都知道我是養生人 然後薑茶是每天都喝的 那這些一粒粒就會很方便去沖 去到那邊切開一半 然後沖熱水就可以喝得了 那我就可以繼續我的養生人生 然後呢 就是我最近淘寶買的這個 A Peach 頸泡 那就是為了明天早上乘早機而準備的 這個應該會放在行李箱的病裡 那明天就一起出發 然後呢 就是今天的重頭戲了 我的護膚品和化妝品 那我就會拉近一點 和大家一起解構一下 那護膚品方面呢 我就會用一個這些袋 手抽袋 還有它有掛勾的 打開就可以掛在那些廁所的柄上面 很方便的了 那我第一格就放了很多要用的化妝掃 和一些痱 我最近很喜歡用Olan的這個灰色痱 其實就是我今天戴的這隻痱 它是Olan的Bandage系列 灰色的 那外面這一格呢 我就放了一個夾 就用來夾頭髮的時候分層 哎呀 用的 然後就有我的止汗劑 我去日本也會補貨的了 然後呢 就會有泰國的蚊膏 超喜歡用這個 如果大家去泰國旅行一定要買 它好像三蚊而已 還有一個指甲鉗 然後背部這裡還有一格 我就放了我的眼影盒 這次只戴這一盒眼影就算了 因為化妝袋太小 所以我唯有把東西放在這裡 好了 裡面其實很重 我這次是很懶 就沒有把它分到小小 我是超大小的帶過去 因為不夠時間撕劫了 那我帶了兩塊面膜 都是我自己很喜歡的 這個就是提提研的金箔面膜 還有我超喜歡的Matic Hume 然後就有一大堆的淘寶洗臉筋 我撕了十張八張出來 就算了 然後就有Hourglass的碎粉 對呀 因為都是那個化妝袋太小的關係 放在這邊 那我最後就沒有帶到Maybelline 因為我還是覺得這個方便一點 然後就有一支MAKE UP FOREVER的頂妝噴霧 這支我自己覺得OK 它跟MAC比較 我覺得兩者差不多 但是我喜歡MAC 它噴出來好像都是小 這個MAKE UP FOREVER的 然後還有一支是有化妝棉和棉花棒的 其實我相信去到民宿都可能會有提供 但是我怕沒有 然後這個瓶子其實都是裝了出來的 就是我經常都會用 亦都會在日本瘋狂補貨的 去割製化妝水 然後就有 Too Faced的Hannover Primer 唉 我最近真的太喜歡這個組合了 所以我兩支的粉底都帶了過去了 然後你們很多人都問我喜歡用什麼防曬 其實我喜歡用Shadow的這一支 就會是EXO的牌子 然後我就帶了LAMARE的這一盒霜 然後就帶了LOVE IS DERMA的一個保濕精華 其實都是用了一半所以帶過去繼續用 最後就會是我四月隆重推介給大家 就是我之前很不喜歡的一個牌子 The Ordinary 我想我大概用過它五六樣的產品 我都是覺得不好用的 但是呢 最後呢 最後呢 我竟然上次因為關混費事 那我就帶了它 就買了一個咖啡因的眼睛 用來去眼腫 超好用的 那我滴一點給大家看 你會看到它是黃色的眼睛狀 而且都挺凝固 不會說很流質的 然後呢 它是很清爽的 然後塗上眼睛 我真的早上會不會那麼腫 所以呢 我就很驚喜地覺得 原來這個品牌也有些東西是好用的 好了 現在先把東西放進去 那我的護膚品就是這麼多了 然後呢 其實化妝袋呢 就小很多了 還有其實很多產品 大家應該都耳熟能長了 所以我都是go through一下 我帶了一個眉粉 跟著Ashu Shadow的這個細細眼的粉底 我就當它是遮瑕膏 遮瑕眼圈也挺好用的 跟著 Addiction的一個眼影 哇 色號已經蒙到看不到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深啡色眼影 給大家看一下 我已經用到凹了 我打算由這個孔慢慢去夾到外面為止 跟著有我的電熱折毛器 我待會要替它換電 好像不太夠電 1028的Mascara 然後我這次是帶了FIT ME的遮瑕膏 還有我平時用的Maybelline遮瑕膏 因為FIT ME好像差不多用完了 其實我覺得它一般的 因為太薄了 所以 帶過去用完就這樣了 跟著用的眉啫膏 其實我覺得我應該要轉 好像要買個帶灰一點的眉啫膏會好一點 但anyway都先帶過去了 跟著就有 這是我BECCA的一個遮瑕膏 跟著呢 胭脂就帶了兩個 一個就是NARS的Sex Appure 它是一個很淺色很babypink的胭脂來的 然後呢 這個就是I MINI新出的胭脂來的 它裡面呢 本身有一個掃的 但是我不用 所以我就拿起來了 是兩種顏色的胭脂 這個橙色的珊瑚色 然後配搭這個淺粉紅色 然後它們一起塗是很漂亮的 所以我最近都很喜歡用的 然後呢 就會有MAKE UP FOREVER的這個陰影粉 是我朋友送的 我也是用這個顏色多的 不過其實我很少帶陰影 我現在是完全沒有打的 但我看它薄薄的 帶過應該沒有死的 如果真的一吃到整個人很脹 都要用的 對不對 唇膏方面呢 我就不會放進行李箱的了 應該都是放在hand carry那裡 我會帶L'Oreal的小光筆116 然後MINA的這支114號色 以及Media的OR01去的 其實我去旅行是很隨便的 但是為了拍片呢 所以要帶很多很多很多東西 好了到最後呢 就是我的腳架和自拍棍了 我之前去那幾次旅行呢 我也是用一個比較輕便 很輕的 很容易帶很小的 一個自拍棍和連同一個腳架 但是上次去台灣 自從它掉爛了我的相機之後呢 我就對於它有一點點不太放心 我就一直都在沉迷 比較穩陣的腳架了 那麼呢 今次在淘寶買了這個 我就覺得它超穩陣 但是缺點就是有一點點重 那這個腳架呢 其實這麼小的時候 就可以放在餐廳那裡拍片用 然後呢 它可以把它扭出來 就去到130cm那麼高的 然後中間這裡其實可以拔出來的 其實是可以再扭實它 不過我就沒有扭了 因為我自己比較常用 都應該是拿出來拍VLOG 那它就是... 可以這樣做自拍棍了 除了重支之外呢 就是價錢就比較差得遠 我之前用的就大約是五六十元人仔 但是這個呢 我買了是一百九十九元人仔 其實都挺貴的 我會寧願投資在這裡 都比我掉了一部相機 要再用千多元去做 所以應該是值的 還有它這個顏色都挺漂亮 它是金屬粉紅色 那我自己都挺喜歡 好啦 那我今天這個撿箱過程 就多謝大家陪我一起度過了 那如果你喜歡今次的影片的話 就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都會有兩條新影片 那逢星期六的下午三點 和星期日的下午十二點 就會看到新影片的了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啦 Bye Bye 的 的